大家好,我是小飞 现在我们刚到老家 要去办一件比较特殊的事情 就是还账 还谁的账呢?就是还我姑父的账 前几年一直创业,一直失败 前前后后欠了很多外债 有亲戚的,有朋友的 其他的亲戚前两年已经还完了 现在就剩我姑父自己的 也是欠债最多的 一共十一万五千块钱 我们生意失败以后出去打工 他从来没有给我要我一次钱 每次我们回来去看他 他就一直跟我们说 先紧着别人的花 就我都不着急 不要为太大压力 就好好干就行了 但他越这样说的话 我的压力就越大 就是想着 就是早一点挣到钱 然后把钱还给他 就是让他觉得 确实没有白支持我 一共是十一万五 这次呢 我们取了十三万 钱这次还了 但我觉得人情是还不了 这个人情我要记一辈子 现在呢 我们去找我姑父去 现在我们到了啊 走 这就是阿姑父啊 从我做生意到现在 一直指着我 一直指着我 一直指着到现在 这两个孩子 我最信任的都是孩子 这二孩子 这我真是一种人 你能点问 这二养活 这个我 行不通 这是最好的孩子 吃了 没啥电动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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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五千万 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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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吃 乔 пров 吃链 这我 corporate 哎哟 这四个幸 before 你咋心情 开心 这会开心 大狗一张 苦吧 苦吧苦吧不是罪 但是我觉得今天最开心的是我姑姑 就是多给她的钱 她没有要 她开心不是因为那个 我把钱还给她了 她开心是因为 看到你变好了 替你开心 不是 她开心是因为 她会说 孩子 终于过得好一点了 真的 对终于过得好一点了 就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创业 真的 就是因为家里太穷了 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村里边整个村垫底 那种穷 穷到揭不开锅买馒头材都没有 就穷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一直在想 就怎么去改变自己家里的条件呢 第一件事就想到的创业 我觉得做生意可以挣很多钱 挣很多的钱就家里边的生活条件会更好 但我这个人太笨了 也没有人带 就越创越穷 越穷 最后就背了一身的外债 可可认识我的时候 就开始帮我还债 一直还到是今年 今天是第八年 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最对不起的就是他 真的 最感激的也是他 他也不单是帮我还债 我父母以前也欠了一些外债 这两年帮我父母的钱也还完了 以后我觉得除了努力 就是要对的好 我觉得从此时此刻开始都已经过去了 这八年也已经全部都过去了 2023年 努力吧 努力挣钱 一定要加油 大家一起去努力 对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踏踏实实的 一步一个脚印